行政委入落選擇 為了要出現中央和第五合作 提升行政考慮 請助率領行政委團隊 和改委政府的行政團隊 向定期立即行做貪會 希望行政委團隊可以聽到第五的問題 並且共同來改館 最終的目的就是要落實蔡英文總統的政見 就是前瞻基礎建設 還有長照2.0 剛剛的影片大家有看過 應該不難了解 那麼這一個是蔡英文推動經濟發展 三大方向之一 另外一個是要因應台灣社會 高齡化的這個問題 為了加益不怕得罪人 我們要有心理準備 他待會在檢報的時候 恐怕會提出很嚴厲的要求 不過行政院長的態度是這樣 就是說只要提出來具體可行 那行政院一定會哪裡幫忙 作單位當中由加益官的大家長長法官 用議長來說明 原來民間的發展結尾 含有關官民好理的提案 事實上我們現在開始計劃 過劃 到真正做好的時候 那個時候也許我都老掉了 但是這個第一步的規劃是非常重要的 這大概是我最近這幾年來 當縣長跟以前當民意代表 很大的一個心理 經理上覺得不太一樣的地方 所以在有限的資源怎麼去合理分配 去翻轉加益 一直是我個人的期待 引領基礎 行政院的團隊和管制政府的責談 一方面就是要落實 創意文總統的重大政策 解決台灣現在所謂的各項社會問題 因為一方面就是希望可以 收到中央和地方的距離 提倡各管制的行政考慮 所以希望不分中央和地方 共同來解決問題 讓台灣可以繼續向前走 台湘新聞 黃培宜 蔡宏報道